2024 巴黎真英雄 大家好 我是廖言寶 大家好 我是艾卡 今年的巴黎奧運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拉高期待值的项目 那就是网球 艾卡 该不会网球也是你的强项吧 说强项 不敢当 只是很会发S球而已 这么厉害 可惜谢淑薇没找你搭档打女装 不过他这一次的搭档曹嘉宜 也是很厉害 因为我要来播报赛事 就把去巴黎的机会放给他了 你还真敢讲 不过这一次真的很高兴 因为时隔了八年 终于可以看到谢淑薇 重批中豪队战袍出战奥运了 对啊 之前也是因为搭档的问题 让他曾经气到说 不再接受国家队征召 好险 好险 这只是气话 真的只是气话 因为他今年气势真的超旺的 年初他才在奥网拿下了 这个女双跟混双的双冠军之外 他还首位同事包办了 这两项冠军的选手 真的是很强的 希望他能够傻败这股气势 在奥运打出好成绩 把冠军奖杯带回家 夺得奥网女双和混双冠军 破了二十四年来记录 是首位包办双冠的选手 谢淑薇职业生涯第八 做大满冠到手 以世界前十的双打排名 拿下奥运参赛资格 替台湾出赛拿手的双打 他找了新秀曹家仪做搭档 屋前双打世界排名 第150名的曹家仪才二十岁 最佳战机是WTA双打冠军 谢淑薇很会挑搭档 也被球迷称赞是百搭女王 在网球四大赛中 其中五次夺冠都是不同的搭档 包括2013年温网的彭帅 2019年捷克选手史崔柯娃 2023年发网的中国小将王兴渝 以及今年奥网的比利时好手 梅藤斯和波兰杰林斯基 让谢淑薇包办混双和女双冠军 但也有无缘的那个人 我很开心就是怎么在第二盘 第三盘发挥了默契 还有主动的一个优势 还有我们的经验 2014年仁川亚运 谢淑薇找詹勇然搭档被拒绝 之后在2016年里约奥运 又因为谁能带教练的争议 闹得不愉快 我只是恳切地希望 能够有个完善且固定的制度 教练指派的制度要一致 那让选手及教练 都能明确地知道 整个教练指派制度的规则 黎月奥运当时出战的五名选手 只能带两名教练 网协却决定指派 个人排名较低的 詹家姐妹教练 引起谢淑薇不满 中华奥会副主席 却要她相忍卫国 在奥运开幕前两天 谢淑薇宣布退赛 并不再接受国家队征召 如果你团队里面 你只是一个人出去比赛 你是很孤独的 今年来我其实 有时候我都要一个人出去比赛 一个人出去比赛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常都没有 没有人可以乐胜 然后我就要下去比赛 资深艺人转战各大国际赛事 就是职业选手的人生 谢淑薇儿时受到父亲谢子龙 启发接触网球 很快展露她的天分 但身兼教练的谢爸爸教学严格 曾让青春期的谢淑薇难以接受 十六岁时独自赴日发展 错失了黄金三年 直到十九岁开始正式人生 如今带着世界双打球后光环 出征巴黎 谢淑薇再度代表台湾 要在奥运场上挑战事业巅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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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